这款表的中心有一个旋转表盘 它是内外两个表盘组成的 我的问题是 当你上满弦以后 如果你继续拧表冠 也就是说继续上弦 会发生什么 弹幕里告诉我 万表流行力天出接地气 前面的视频里说 万表这些年的流行趋势是越来越大 跟什么是反着的 你懂的啊 但是越来越多的表迷 忽然觉得 自己还是中情品牌的经典款式 庆幸的是 小尺寸万表多了起来 而这种小尺寸 大概率是复古的 比如上期我们讲的 浪琴君旗龙 和今天的这个浪琴 康卡斯复刻系列 中心动力储存 显示万表 这款表上市啊 正好是康卡斯系列 诞生70周年之际 我觉得从复古线索 和复杂功能线索 甚至勇敢无畏和锐意独创线索 都可以讲讲 提个问题 这款表里有几个复杂功能 提示一下啊 这个功能 别的品牌都没有做成复杂功能 至少没放在表盘上 但浪琴做成了 这个系列有三个颜色啊 其中这款香槟色 复古感爆表 复古跟怀旧是分不开的 不论是服装还是万表 共同的特点是让人联想到美好的时光 慢节奏总是伴随着雍容优雅的生活 比如二三十年代的服装 包括帽子 宽大舒适 而巧的是按照当下的审美 怀旧设计的帽子更符合某些亚洲人 万表就不用说了 如果说四十毫米是正装表尺寸的上限 那么三十八毫米就应该是某些人的黄金尺寸 然而浪琴并不是为了征当黄金尺寸 而刻意设计的三十八毫米 这款表啊 它纪念的是浪琴康卡斯七十周年 七十年来出现了多个重要的版本 也就是说康卡斯在一九五四年就有了 我原来以为啊 七十周年嘛 复刻的应该是一九五四年的版本 然而 这款表复刻的是一九五九年款 因为一九五九年 康卡斯开始在表盘中央设置双旋转圆盘 这是一种独特的动除显示设计 表盘直径复古 任何一个表厂都做得出来 但是浪琴自一九五九年开始在表盘中央玩这种双旋转小表盘动线 到现在这一创新装置也呼应浪琴表制造旋转盘万表的悠久历史 还记得二十世纪二年代末为航空界创制的时间角度万表吗 按照现在的制造技术啊 复杂功能不是难事 但玩创新复杂功能得有历史底蕴之称 不然叫华众取宠 咱们接着把复古说透啊 我对比了一下一九五九年的中心动除显示 发现表盘上保留的复古元素包括 环形刻度槽和金色立体字丁 纤细精致的环形刻度槽上架着多面立体石标 把固定表盘上的分钟轨道分割开 另一个特征是把日期窗设在十二点位 还相贴梯形嵌块 时针分针都是帝国大厦造型 与石标色彩呼应 夜光效果是这样的 金色立体字丁 为什么叫字丁 这么说吧 玩表没自己动过手都不好意思说是玩表的 如果你有机会拆开一款古董表的话 尤其是在拆坏的情况下 你会发现这些刻度石标 都是带钉角的 一般是两个 咱说一下圆盘中心动除显示 这个上满了 这个上满了 谁这么勤快 全给上满弦了 咱们就从上满弦开始 这里边中心表盘实际上是两个表盘 一个外表盘 一个内表盘 内表盘上有一条指示线 它的粗头是指示动除的位置 上满弦以后 内表盘就要顺时针开始转动 它分别指向它所剩余的时间 比如说剩余了48小时 32小时 16小时 记住啊 上满弦以后 如果你继续拧这个表冠 继续上弦的话 内外表盘一起做顺时针转动 这个特点呢 可以让你把满弦状态设置在任何你喜欢的位置 凡是能猜对的都是好样的 你猜对了吗 浪琴这种独有的设计让我想到了机械表与使用表之争 甚至是燃油车与电动车之争 电动车在某些环境下续航里程是非线性的 不确定的 而机械表燃油车不管续航里程是多少 但总是线性变化的 是确定的 宇宙中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性 但拥抱不确定性还得用确定性装备 这个中心动力储存显示就有点像机械油表 有些玩车的朋友甚至为爱车额外加装一个机械油表或者转速表 但外挂的仪表一个是占空间 一个是你的留心维护 所以还是集成的机械装置更优雅 现在把前面的问题揭晓啊 中心动力显示是个功能 但不算复杂功能 而康卡斯复刻系列把它升级成了复杂功能 这个复杂功能的巧妙之处在于 不用占用额外的空间 也不用把表站下来看后背 这种功能更可以设定起始位置增加了玩味啊 这种复杂功能是浪琴独家的设计 香槟色灰色和黑色 最正常化的是这个香槟色啊 后两者都有优雅内敛的高级气质 高级灰色表盘配玫瑰金色指标和指针 既复古又有现代感 黑色嘛就不用我说了 我周围有一大堆黑色表盘的拥顿 你拦都拦不住 现在咱们上手看看啊 这个浪琴的独家中心度力储存显示机芯 浪琴专属的L8965机芯 透明悬入式表背 各种无忧啊 硅油丝啊 长动力啊 它的防磁能力比ISO764基准高出十倍 等等等等 总之康卡斯70周年纪念复刻体系内 剑走偏锋 用独家机芯复刻了1959年的中心动力储存显示功能 在满弦之后 可以个性化排列这个复杂功能的指向 时尚简约的配色避免了审美疲劳 浪琴康卡斯系列中心动力储存显示范表 就先说这么多啊 我们漏掉了什么 还有哪些地方说的不合适的 我愿大家跟我们互动起来 谢谢 再见 那如果我戴在手上的时候自动上弦了 中心表盘怎么转啊 刘老师 刘老师 溜得真快